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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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在这期视频中呢我会分享五套 这个夏天我经常穿的穿搭 以及相应的大批丝鲁 会涉及到五种风的丰富 希望能对你也有些帮助 这一套呢通过亮色oversight衬衫与西装短裤的搭配 营造出一种正式中又不失随性的潇洒感 领带与腰带的点缀增加了这一套look的少年气与精致感 在这套中我把衬衫的半边塞进了裤子中 当然也可以全部放出来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但是一定要把衬衫的袖口碗上去哦 鞋子部分我搭配的是邝威和CTG的联名 帆布鞋能够增加整套look的休闲性 这一套呢上衣部分我搭配的是一件白色背心 和一件米黄色的防晒衫 裤子部分选择了一条比较简单的天蓝色的牛仔短裤 整套look的亮点呢是在这件米黄色的防晒衫上 可以看出这件防晒衫是比较有设计感的 也能为这套搭配加分不少 这件防晒衫的领子呢是可以立起来也可以卷起来放下去的 当然外出游完可以再加一点帽子 这样的话防晒效果会更好 鞋子部分呢我搭配的是VANS 与MOPQ的联名款小白鞋 可以与背心在颜色上呼应 这套呢是牛仔背带裤的一个穿搭 那其实内搭呢可以有很多选择 但我这次选择的还是这件白色的背心 鞋子部分呢我搭配的是Easy Slide 可以看出来呢这双鞋很舒服所以非常适合发疯 还可以搭配一顶铜色系的帽子 这样的话整体颜色会非常的和谐 关于选帽子呢我个人建议要去店里试 再看自己合不合适 因为我就是曾经一度以为自己完全不适合戴帽子 但其实我很适合戴贝蕾帽这种帽型 这套呢我想营造出比较元气的感觉 所以选择了比较简单的白T 与牛仔短裤的这样的一个组合 这件白T是非常舒服 而且比较贴身的 所以它能很好的展现上半身的曲线 鞋子部分呢我搭配的是Nike 和Fear of God的联名 又是一款非常好看 而且十分舒适的小白鞋 所以说选对单品真的很重要哦 最后一套呢走的是酷狗风格 上半身选择了一件迷彩抹胸 在辣的同时又保持了酷酷的感觉 因为是酷狗风格 同时是要适合在夏天穿着 所以搭配了一条材质较轻 风格比较硬朗的散兵裤 如果想给这套穿搭赋予更多的可能性 可以再搭配一顶帽子 在这套搭配中呢我是没有佩戴项链的 如果有金属材质 或者比较酷酷的风格的项链 戴上会更好哦 鞋子我搭配的是阿米瑞低帮白骨鞋 简单的黑白配色细腻的皮质 与独特的骨头设计 可以给整个look增加一丝高级感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啦 鞋子以外的单品我都放到描述栏中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行查看 追适中了 温最后是在做制补味 鞋子在做制补味 鞋子浅 冬天